先把这个假发套戴上 不言不语就蹭了一个过气热点 Hello大家好,我是刘志力 最近呢,大家学习名学的热情都非常高涨 所以今天呢,我就总结了和明总在霸道总裁界 齐名的几大油腻扛发子 把他们的五官特点总结起来 出一期霸道总裁概念绑装 迎面向我们走来的是霸道总裁界的一号选手 程总 看,这幽黑发亮的肤色 这自尽的谈吐 这从灵魂深处散发出来的坚人笃定 你能原谅的是你老公身体的背叛 还是心灵的背叛 不要了 天为背,地为疮 男人要蛮,不要 不要,哎哟 天为背,地为床 男人要蛮,不要娘 作为一个霸道总裁 就需要和我们程总一样 有着这样深沉的皮肤 这个是我手上最深的粉底液 平时都用来当阴影用的 这时候呢,有的小伙伴可能会说 男人皮肤白也可以很慢呀 人之力真是刻板印象 听我的,不需要讨论 一个人决定 涂黑了真的,真的好难呢 主要主要我太白了,你知道吗 现在呢,底妆已经上完了 脸上有的地方呢,真的很难涂云 但是我磨的办法 我和我的海绵蛋都已经尽力了 程总的肤色黑呢 还不是霸道总裁的终极奥益 它是那种游黑游黑,你知道吧 它不是那种哑光黑 它是珠光黑 所以呢,在将前妆容的基础上 我们还需要再上一层高光 就实际上就完了 不用什么,少量多次啊 你就多量多次 你就把你所有的高光都上完呢 你也不一定有人家程总的那种 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油腻感 看这个手法啊 自信从容 哎,我底妆上这么黑 会不会把我衣服脏了 啊,好很多 游面向我们走来的是 霸道总裁界的二号选手 杨总 你看着曼妙的身姿 摄人心扑的笑容 若急若离的靠近 尽到爽口的面条 啊,饿了 作为一个霸道总裁呢 见眉心物也是必不可少的 这里呢,我们就用到杨总 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的眉心 我们可以看到啊 作为一个霸道总裁呢 他这个眉毛是很直 他这个眉毛是很直很直的 哎,对啊 咱们给他 比着上 我们看杨阳这个造型啊 他的眉尾呢 还有一点弯钩 对一点小雀跃 我们把这个弧度呢 也给他画上 飞起来 啊,飞起来 现眉入币 哎,这我咋瞅着 有点像另一个历史人物呢 迎面向我们走来的是 霸道总台阶的三号选手 朔总 你看这华丽的转身 明显结底防滑 没做好的摩擦 无处安放的小手 小不登登的笑容 再搭配上周围女生 几辈子没见过男人的滋哇巧笑 你的酒窝没有酒 装的全是花生油 OK,所以这里我们要模仿到的 就是丽总的酒窝 这里我们拿出修容 嗯,石旧站 这个酒窝呢 一定要两个手一起画 小的酒窝要一个手画 大的酒窝一定要两个手画 但我时间没关系 就要画出那种晚上睡觉的时候 蚊子飞到我脸上 我微微一笑就能把它夹死的那种感觉 大家这么看呢 还没那个意思 但只要我微微一笑 哎,是不是感觉瞬间就来了 最后我们要模仿的是眼睛不大也不小 笑容45度角刚刚好的明总 身为一个霸道总裁呢 一定要像明总一样棱角分明 我们先给他画出这个高耸的鼻梁 完美的瞎合骨 性感有力的咬肌 高光 这俩脚了怎么回事 熬饼吗 最后呢我们画一下明总的下巴 就明总的下巴很有特点呢 它就是很像 很像一个屁股 但其实说实话呢 我从初中的时候就很喜欢这种下巴了 我觉得这种下巴看起来很坚毅 出大问题 我这个粉底太黑了 这个 修容有点不上色呀 无双大雅 嗯,无双大雅 最后呢我们再来一点明总的落塞胡子 虽然明总现在落塞胡子出现的时候不是很多了 但什么事情都有个万一 你不能说基本上 所以我建议你依然还是听我的 咱们给他画上落塞胡子 这个形状有点像 这个形状有点像 像轮总能怎么 雨下整天 我的海一处就像雨水 原自落盐 陪我的思念 偶偶一跌 这句是非 也无法将我的热心灯圈 你出现在卧室的脉眼 到这里呢我们的仿妆就基本接近尾声了 但是呢我总觉得还差一点什么 对 霸道总裁 无论他是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 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邪魅俊狂的笑容 但是霸道总裁也是人呢 你老这么笑 他不累吗 所以呢我觉得在这个仿妆里边加上灵魂的一笔 手动让他形成一个45度角的笑容 像我正常笑呢 我们是笑到这个地方 我们给他定一个点 很严谨 很严谨 然后手动在这里给他画成一个唇角出来 把北标冰奔北坡 泡冰冰海北边跑 这样我们就获得了一个 不用用力也能随时邪魅的嘴角 我可以允许你做我的女人 还没有人敢这么跟我说话 很好 你成功吸引了我负义 羽然 你这是在玩火 关注点赞 收藏评论 但不必 全部点完 我说过 全部 点完 我们可以允许你 你在这些地方 我会允许你 我可以允许你